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时候就显得特别的绝对 但有时候你不绝对的好像就不足以表达你自己的观点吸引眼球 可是我想说的是平静跟平静之间这还真值得说一说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经常会说当你的生活要陷入某种平静的时候 我们都追求就是生活的平静 这个平静你也可以给它做一个宽泛的一个界定 就生活的一种平安 有一定的闲暇 不用操心你的这种生计 这是所谓的平静 就是该有都有了 但是你也不是向往太修华的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呢 一个人可能权力越多 他财富越多 其实他的心情越不平静 当他拥有那一切的时候 他失去了平静 所以平静呢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中间的一个状态 一种平和的状态 它不是一个过于极丹的东西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观 或者文化观念的一个冲突 有些人他认为人生呢 就是不需要平静的 有些人认为人生 终极目的就是追求所谓的平静 比如说中国文化里面 可能我们就是觉得 哎呀就是要 能够获得一种老百姓的平安 是吧 有安生地命的一个基础 就是我们有一个意向 就是要有一个家 然后呢 我们赋予了这个家有 以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化的内涵吧 家是代表一种清清的 伦理的 和谐的 关爱的 等等这样的地方 这是我们对家的界定 我们不管这个现实当中 中国的家庭的这个质量 品质到底如何 实际上我们的大部分的家庭 也不是和谐的 是吧 也不是温馨的 也不是幸福的 也不是有爱的 这么一种状态 但是呢 至少从文化的界定来说 我们对家就赋予了 这样的一种 希望和寄托 但这些寄托的 所有的核心就是 我们要追求平静 我们要追求平安 是吧 但是可能你再换另外一种文化 比如说点心的这种 基督教文化吧 西方文化 他可能恰好觉得 人生的追求 不是和谐 而是冲突 对吧 不是平静 而是扩张 人必须要扩张自己 那这种扩张自己呢 刚好就点心的体现在 我最近还刚在讲的 理睬的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法 就是理睬的观念里面 他这个观念里面 就是强调一种超人哲学 那么这个超人哲学呢 就是整个理睬的这个决策 基本上可以用一些词来概括 就是永恒轮回 权力意志 超人哲学 重固价值 基本是可以用这几个关键词来概括 但所有这些关键词的核心是什么 我们要追求冲突 对吧 那这种冲突 当然不是外在的冲突 其实理睬所说的 是一种自我冲突 就是自我提升 就是超人 就是人的一种过渡性 我们必须要朝着更高处去过渡 不能满足于 我们已经有拥有的东西 而权力意志呢 实际上生命就是权力 权力就是意志 意志就是权力 权力就是生命 基本你可以去这么去概括的 是吧 然后呢 所谓的永恒轮回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永恒轮回跟佛教的永恒轮回观 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轮回观呢 其实是一种极致的体验 其实就是我们设置的一种极致的绝望的处境 就是如果让你的生命再来一万次 它都是和你今生的生命是一模一样的 你还愿不愿意再来 这个问题确实是会非常恐怖的一个问题 但是你怎么去理解永恒轮回 就是说如果你把生命理解为一个静态的东西 这叫平静 那所谓的永恒轮回就是一个什么 可以说就是一个死亡 就是一片寂静 万奈无声 一片寂静 没有任何动的东西 那这样的一种永恒轮回的景观 当然是很可怕的 因为它是极致的平静 极致的平安 那生命相当于是被完全窒息了 但显然理睬所说的永恒轮回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永恒轮回让我们对生命有另外一种理解 就是生命其实不是存在本身 生命是一个什么 生成的过程 所谓的生成的过程就是becoming to be 我如何不断的去成为自己的琐事 而所谓的成为自己的琐事 并不是说有一个终点的最好的东西 最好的目标价值 比如说中国文化的和谐去等待着我 没有这个东西的 所以理睬说过一句话叫行动就是一切 什么叫做行动就是一切 就是我刚才说的 生命就是一不断的展开的过程 而在另外一个关键词叫什么 重估一切价值 那理睬展开的过程就是 你不断的去评估你既有的价值的过程 所有的这些价值都不是天经地义的 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都是需要不断的重估的 那么理睬接着又提出了很多的命题 比如说真理就是谎言 或者真理取决于视角 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生的视角 一路的风景 我们走到不同的阶段 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会有不一样的一种发现和发明 那这是一种什么动态的一种人生观 那在这种人生观看来呢 平静当然就是平静 我的普通话也不标准 就平静 就是你陷入到生命的一个停滞期 就是当一个人你什么都拥有了 你什么都实现了 可能你发现你的生命就没有奋斗的价值了 对吧 那生命本身是一种可能性 在理睬谈谈 那如果你说我平静 我陷入到一种平静期 那你的生命就不需要去突破了 对吧 但是当我在这里把平静跟平静对应起来的时候 我想说是就是其实这是一种自我的一种警惕 就是我害怕我的生命陷入了平静 我一旦陷入平静呢 可能恰好是说我在这个阶段 我好像找不到一种突围和突破的点了 我是一种徘徊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对于很多他想积极进取的人 可能是一种不满足状态 但是我们可以以一种更积极的形态 去看待你的平静期 你可以把你的平静期呢 作为你一个叙事待发的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 你以前集电了很多东西 但是那些东西呢 就像种子播种下去 土壤在孕育 但是呢还没有到破土而出的那一刻 而那一刻呢 有点类似于黎明前的黑暗是最买劳的 但是呢这一刻也有可能 它就确实种子种下去 也有可能就是不可能突破 那你的生命可能也就没有任何可能性了 是吧 但是我想说人生的一个进步啊 往往是在平静期的时候 或者是平静期的时候 最考验人的 就是当你陷入这个平静阶段 你怎么去看待你当下的处境 那对我来说呢 可能比如说过去的几年 包括像疫情等等的一个影响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思考 对吧 各方面可能都会陷入某种平静的阶段 好像是不难不经的 好像又是不知道如何去抓手的 但是呢 你回过程来再来看这个阶段 你会觉得 其实那个平静期 我是很充实地度过了 因为在这个平静期 尽管看上去是平静的 但是呢 你的内部 你的灵魂深处 你自己做事 仍然是什么 风起云涌 暗流涌动的 我想形容现在的这种状态 我只是讲个体的这种生命 哪怕是在平静期 没有绝对的平静 你如何避免你的平静 陷入了平静 那你要保持你生命的一种暗流涌动 你的灵魂的一种激荡 然后呢 这样的激荡和涌动呢 是在你具体的做事的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 就是你该做什么 该做什么准备 你要做准备 只有有准备 你才会有等待和盼望 你才会有最后的突破的时刻 突破这个瓶颈的时候 而人生呢 本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像我们攀爬阶梯一样 对吧 到了一个台阶 你会在这个台阶住足停留一会儿 然后呢 再继续往上一个台阶去迈步 等你最后攀登到高峰 你可以把这些台阶都丢了 或者说你可以最后是默然回首 那人正在灯火南山处 那个人就是不断爬着梯子的你 成为到现在的你 对吧 这就是我想说的是平静跟平静的关系 我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层面 首先平静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的追求 冲突和不断的突破才是追求 但是呢 在这个不断突破追求过程当中 我们会不断的陷入平静和平静的阶段 但是呢 即使在平静和平静的阶段 你也要让你的生命动起来 保持一种动态的跃跃欲逝的福利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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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